你懂土耳其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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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计划旅行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 在拿到土耳其拘留证之后 如何申办银行卡 以及你要准备的资料 欢迎大家继续点赞 支持我们的内容创作 首先是可以申请土耳其银行账户的前提条件 一 必须拥有土耳其的拘留证 任何理由的拘留均可 以及你的护照元件 二 拘留注册地址居住文件 当你拿到拘留证之后 可以有你的担保人 或者业主带着你一起去人口管理局 把你的名字注册在该地址之下 管理局一般是不会主动给你这个文件的 所以你注册地址成功之后 一定要当场让柜员给你打印一张 反正是免费的 而且人口管理局办理业务需要网上预约 有时候会有很多人排队 而且这个文件一般都是有消息半年 所以一次性办下来是最好的 以下是人口管理局的预约网站 记得提供你的hascode健康码 否则你是无法预约的 我建议用谷歌浏览器登录 方便网页翻译 现在看到的页面就是官方预约网站的界面 在这里就是预约入口 然后点进去 接下来就可以谷歌翻译成你需要的语言 看到地址注册的选项 点进去 然后填写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选择你想开的银行 像土耳其国内最大的几家银行 有Garantee,ishbank等等 还有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Akbank,QMB Bank 当然还有其他跨国银行 比如说Jilat Bank或者是Wakif 一般土耳其常见的银行卡都是Visa卡 不知道是否有一年 本次我选择了土耳其大小城市 基本上都能见到的ishbank 准备好本人土耳其居留卡 护照还有居住文件之后 就可以去银行申请商户了 一般贵员会问你这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开门的购物 我会去银行一年 所以我需要购物 我的生活 明白 对 对 你哪里出生了? 中国 中国 你工作什么是你工作的吗? 我现在去银行业 所以有没有工作在银行 好的 你工作什么是你的电话吗? 银行吗? 对,银行 你工作什么是你的电话吗? 电话 你能不能在这里 你不懂俄式吗? 不,少少少少 非常好 我讲书想 你开一个关系吗? 你不,我没问题 但是谢谢 我们会发送一个信息 最后是会问你是否和美国有什么联系 比如说有绿卡呀 或者是居住啊 或者是有社保号啊什么的 接下来就是无穷尽的各种签字了 这里银行可能是延续了欧洲 那种老银行体系合同非常的详尽 而且都是土文和英文双语 单单这个过程就花费了我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因为关于手续费部分的内容 我想仔细的看明白 当然只办一张储蓄卡就用一个多小时 真的是对于我天朝子民来说 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在我和法国朋友抱怨这个一个多小时之后 他居然很惊讶地看着我说 这个时间很长吗 他非常喜欢在土耳其办银行卡 因为在法国开户 居然是至少要等一个星期 而且各种麻烦手续 双向对比发现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系统和国度呀 各种手续办完后 银行会告知你的银行卡会寄到你注册的地址 建议问一下银行能否把你这张银行卡寄送到开户航 因为我之后等了一个多月 也没有等到快递联系我取件 最后只能电话银行客服中心 把那个收件地址改成了开户航 结果我发现快递第二天 就把银行卡送过去了 非常感谢Eastbank的英文服务 真的给我省了好大一个麻烦 顺便说一下 在土耳其好像只有Eastbank这一家 是有英文服务的哟 以上就是本人在土耳其申请银行卡的经验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见解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